玉璃救国团在9月份的时候是来到了乐和国小 带领青少年完成爱分享聚光力量的工艺活动 来带领小朋友制作蝶骨巴特环保的提带 将成果作品设定换取了心愿的物品 也透过了宣传的平台行销 40多件作品令人惊艳爱不释手 那么小朋友的心愿都达成了 玉璃救国团9月份进入玉璃镇乐和国小带领青少年 完成爱分享聚光力量工艺的活动 带领着小朋友制作的蝶骨巴特环保提带 进而将成果作品设定换取心愿物品 事隔两个多月的时间没合 小朋友都拿到自己的心愿礼物 我们把小朋友所有的手作品 拖到我们的工艺平台去 让所有的爱心人士来认养 今天真的很感谢我们有38位爱心人士 帮我们的小朋友圆梦 今天我们就来赠送我们的圆梦的礼物 玉璃救国团会长郭素兰说 偏远青少年以及善心人士 如同两道希望之光 透过聚焦偏远地区 聚重社会力量 聚集大家爱心 让善的循环在社会底蕴里萌芽 创造社会祥和的氛围 那也希望小朋友们将来有能力的时候 可以独立完成自己的梦想 甚至他可以协助别人来做一个圆梦 救国团说 办理爱分享聚光力量公益的活动 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提升 青少年多元学习的机会 学习技能 并且体认自我付出才能获得回报 来翻转青少年的未来 记者高双双玉璃正采访报道 记者高双双玉璃正采访报道